编曲 混音乐 编曲 编曲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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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BIGG를 channel 今集带大家去一间 没名限定主题的 导致有善cafe 记得看到最后的 今集去的草蜜友善cafe叫做PHI 日本梳芙尼番茄是cafe的主打食物 PHI有好几間分店 我們今次去的是美孚分店 然後美孚地鐵就A出口 餐廳在金剛聖誕節 以武名一族為主題 除了有多款可愛的武名一族造型食物之外 店舖都有用武名一族造型公仔做聖誕布置 一起來看看 每一間分店的武名主題布置都不一樣 職員說最美麗就是中環分店 如果觀眾是武名粉絲的話 就記得去朝聖一下吧 以前只是開放這些半開放式的座位 給草蜜入座 但現在整個餐廳都可以給草蜜入座 不過我個人建議觀眾可以預定這個座位 就是榻榻米座位了 不過我記得入座前要先脫鞋 榻榻米座位先倒高 又不怕狗狗騷擾到其他客人 空間方面都夠一隻大狗坐 所以觀眾如果帶小型或中型狗來的話 控制應該足夠 還有武名公仔陪我們打卡 重點是不用跟其他人搶娃娃拍照 本名字漂亮得好像一本童話故事書一樣 餐廳雖然沒有狗狗餐牌 但也有Doki Chino 狗狗專屬咖啡 給狗狗飲 免得整張桌子都是奶 自己鋪定一張箭 先鋪定一張箭 是PHI消費任何金額 是PHI消費任何金額 都可以免費換另一杯 Doki Chino狗狗專屬咖啡一杯 其實碗奶是冷的 雖然不知道狗狗有沒有所謂 但感覺上如果碗奶還沒暖 就好了 不過Taco都喝光了 而且還好像很喜歡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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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o還喝光 很漂亮 很酷 蘇芙梨是餐廳的王牌食物 一定要叫回來試試 試到給你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記得快點來吧 武明主題做到2023年1月20日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小狗吃喝玩樂的資訊 就記得訂閱Big.Channel和Follow我們的IG 如果有什麼影片想我們拍的話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